台東市府開高千多萬 搭照這個馬卡龍公園 掌飾正式客用 還要搭照 停車 交通 還有沒有所在堂 站在頭的這個問題 是都看得到的 禮拜一早 公園裡面 就什麼都是家長跟小孩 才是剛才比較客用 一天的台東太平馬卡龍公園 無關是關在公車的鋤流浪 也是八關八關的設施 每一項郵具都必須要排隊 賣照家長是由外地帶小孩來這裡抽身體驗 但是剛才要走入公園 林鄉德頂管就有賣照團團 甚至有團團直接進入公園來拜託 可能就是要規定好吧 如果真的有需要設攤販的話 對啊 就是 對對啊 垃圾不要亂丟之類的 馬卡龍公園的正心是噴射鴨鴨店 台東市府開高千兩百萬 來改造成得少的公園 占第三點應用公園 但是在了團團的問題 也有民眾人為 公園停車尾不足 附近的交通 容易打家長問題需要改善 不過最多家長拿出來 就是公園裡面 可以吃力的地方實在是最少 有點曬 其實確實有點曬 因為小朋友在玩 我們在旁邊等 其實還蠻曬的 好像修 修給家長休息 或遮音的地方就比較少一些 目前園區內既有的樹木 移植大樹跟新植的樹木呢 我們會持續加強養護 在了台東新的公園比點出問題 分臨到六花八千兩百萬 精神的碰氣心臨公園 有民眾認為公園的變速設計不動 不管是雜貨還是雜貨變速 都有可能讓人從外面就看到了 在收尾階段 廁所的一些門 還有木森道 還有一些植栽 必須要做一些收尾 把它做進空 到六七公園改善 改善工廠還不完全結束 不然也要在收尾的改善 因為沒有安全的移路 所以才會把威力拿掉 讓民眾先提案輸用 後面完整之後 就可以拍邊 從外面 可以開看便室的內部 記者台中佛林 總共報道